北京的秋天不平靜 第三隻眼睛大理看世界 中國首都北京今年的秋天不平靜 異仗和災禍頻頻發生 下面我們就和大家點算一下 9月10日是農曆8月15日 也就是中國傳統的中秋節 這是一年一度吃月餅上月的節節 當日傍晚時分 正當北京的網友舉頭上月時 突然就發現天空就掛著一輪通紅的血月 令網友非常驚訝 有網友表示 北京為什麼是中秋之夜 會出現紅色的血月呢? 難道如是會有血光之災? 血月一般都是欲笑空笑 是恐不吉利的天象 但是這次北京的血月 就極為不平常 極其罕見 它的特別之處 表現在兩點 哪兩點? 一是時間上的特殊性 二是地點上的特殊性 這個血月發生在中秋之夜 這個就是時間上的特殊性 中秋之夜是中國人一年一度上月 祭月的特殊日子 而在這個日子出現血月 就不是一般的異象 是非常罕見的大空之兆 第二 今次的血月發生的地點在北京 而北京是中國的首都 是中共政權的核心所在地 這個地方發生血月 意義就非一般了 而且決定中共命運的二十大 馬上就要召開 時間就是在一個月之後 今次中秋節北京出現血月 可能是與事二十大前後 中共將會發生內亂、內戰、血流成河 中共也可能會因此倒台 之前我們的節目也分享過 被西方傳媒稱為 鴨雲先知的柏克 最近就預言 中共將會在今年底 或明年初倒台 這個預言 與我們節目的見解是一致的 我們也認為 中共在這個時間會倒台 現在又在這個特殊的時間 和地點發生血月 可能會引證這個預言 這是上天提前 放出消息吧 中共的死期就在眼前 天滅中共 快點逃離中共 不要跟它陪葬 血月發生之後 北京月亮很快就登上微博熱手 北京當地的網友 紛紛在微博分享自己拍到的相片 我們一起來看看 就連中共黨傳媒 北京日報在他的微博公眾號 也分享了血月的相片 有網友在微博發貼 可能由於天氣的緣故 中秋節之夜的北京月亮 又紅又圓 非常漂亮 這是網友 娛娛娛樂女拍 在北京居庸關長城上拍到的月亮 還有北京網友在故宮拍到的相片 同樣也顯示出血月現象 據網上公開資料 血月在古代歷內 都被視為大空之障 西漢的京房易繞尖裏面 月變色 稱為姬羽翼 赤為爭羽兵 黃為德羽喜 白為罕羽喪 黑為水 民伴死 也就是說月亮變紅 是兵爭戰亂的預兆 可能就是中共二十大前後 內戰倒台的信號 後世也經常將冤案 災禍與血月聯繫 民間就有血月見 妖葉宴的俗語 在正史的天文字裡 都有月變的觀察 也有很多血月的記載 還有專門月占的著作 像唐朝李順鋒的月字占 和西漢的易學大師 京房的周易妖占 都有血月的記載 和徵兆預測 周易妖占 將月變赤色的血月 視為不祥的災難徵兆 尤其是冰禍和寒災 月色變 赤為爭羽兵 赤氣腹月 如血光大寒 人民幾千里 李順鋒的月字占 第二卷是月占 觀察月亮 就好像占卜國家天下事 他說 月藥變色將有再樣 赤為爭羽兵 月字占又說 月飯食餐 貴神豬 赤地千里 奇國大雞 人民相食 這些看法 和京房的周易妖占 是一致的 中國證史中 也將血月視為禾央的徵兆 譬如宋書 知第五 天文五記載 月變色為漾 清姬赤兵 汗 指出月變色 將會有再樣 變為紅色的時候 是冰增戰亂的徵兆 而且有汗災 下面我們就和大家 點選一下歷史上 血月的出現 和相應災禍發生的大事件 譬如南齊時期 23年之內 就出現了兩次血月 永泰元年4月貴害 也就是公元498年5月18日 南齊就出現了血月 三天之後 帶司馬皇徑造反 血流遍地 永泰元年8月幾日 也就是公元499年的9月6日 南齊再度出現血月天象 沒多久 此安望逍遙光 就起兵造反 傷亡無數 所以這次中秋北京出現血月 應對的 就應該是中共的內戰和滅亡 讓我們拭目以待 此外 還臭屆至當日 除了北京出現血月異象之外 中國大陸 還有三個地方發生地震 西藏、青海和新疆 連環發生地震 最高震級是3.7級 截至當日 四川地震至少還有幾十人失蹤 仍未搜救出 中國地震台官方網站通報 9月10日下午4時53分 西藏、亞里地區的日桃園 發生3.1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千米 10日下午1時51分 新疆、亞勒泰地區的青河縣 發生3.7級地震 震源深度13千米 10日上午10時01分 青海海北州的門園縣 發生3.7級地震 震源深度9千米 我們再來說說地震之前的異象 上個月 也就是8月20日凌晨 新疆、亞里太地區 發生了天降大雪的異象 7月飛霜 我們節目之前 也有專門做過報道 這是天地能量循環民亂的徵兆 中秋節 新疆、亞里太地區 又發生了地震 有可能之後 還會有其他的災難 同樣 7月18日 青海也下過一場大雪 這是6月飛霜 降雪量多到可以打雪仗 結果青海也在中秋節發生了地震 而在之後 還會不會有其他災難呢? 目前還未能確定 中秋節當日 四川雅安市石棉院新聞發布會說 截至10日下午2點 四川奴定的6.8級地震 造成88人離難 30人失蹤 其中今支州 就有50人離難 雅安市38人離難 另外有30人失蹤 由於中共一貫隱瞞真相 外界對官方統計的數據 都持懷疑態度 並且質疑實際的傷亡人數 可能更多 中秋節原本是家人團圓 美滿幸福的日子 但是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 就災禍異象不斷 這次中秋節北京的血月 可能就是上天發出的信號 告訴我們 天滅中共的時間已經到了 快點逃離這個邪惡的組織吧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